Apaca 打电话去问客服 客服就跟你说 哦那个我们是选购的啊 所以你可能要另外加购哦 就是瞬间心里会觉得圈圈叉叉 没错 这就是我买这一支的心得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分享的心电钻的这个 没错这就是我的心电钻 然后呢当初啊 我在要买它的时候 就是因为说 它就是会 就是它有钻的功能啦 是因为我想要钻木板 对所以呢就是 看到它这么 就是因为它打折之后 八百多很蛮便宜的 然后呢打完折之后 又有就是又有钻 又有锁的功能 然后又有开的功能 就说哦比我上一个还便宜 可是就是什么功能都有 就觉得哦应该要买应该要买 然后就觉得好好好就是它 对然后买了之后就 来之后就就里里歪歪就翻了个遍 然后又分享 然后就是明明就没有钻的功能 对所以呢 我就打电话去他们的客服问她 然后呢客服小姐说 哦那个是要另外自己购买的 然后就哦好吧 自己购买是吧 哈哈 还好粉姑娘家这附近有很多五金店 然后就拿着这个走进去说 哎哎哎哎老板我想要钻这个 可以放得进这个六角孔的钻 对然后呢 然后我是要钻木头的 她还问我说你钻什么 因为好像钻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有就有不一样的钻子 就对然后它就有很多的大小 然后因为我想要钻的 孔差不多 当然 每次分享都会拍得到的 就是这个孔的大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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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该有看到我在指哪一个 对 我想钻的孔差不多就那么大 所以我今天就来开箱 因为我买了它 这个 哎现在不知道大家外面 卖这个一个多少钱 我买的时候是五十块 然后我后来心里想说 五十块 OK啦 可以接受的价格 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点忐忑的心情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放得上去 没有量过 因为不能开 所以就试试看啰 耶 嘿嘿 嘿嘿 有开心了 这大小是刚刚好 而且因为它这个本身里面有吸铁 所以吸得住这一个 对 好 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白痴 就是一个砖 然后这个 这个孔 这边好像拍得比较清楚 对不对 进去刚刚好 很好很好 好 那我今天呢 就要带着它去钻我的木头 好 今天其实是要去跟老师学做鞋子 然后可是呢 因为没有钻 所以呢 上次就做到一半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 做到的时间比较晚 然后呢 我今天去学完之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专丸的心得吧 那就先这样咯 bye hey hello